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继续来跟他聊好几个政治的议题 我实在是觉得有必要吗 对不起 我实在是觉得520就职典礼 搞了半天 好像这个时候才算是民进党要对在野党在勤勒吗 为什么你的就职大典 这个点名下来就非要所有的县市首长 跟所谓的在野党的领袖通通都要参加 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国家的庆典 如果互相尊重前提 例如你先前也拜会了在野党 那互相对于国家大政有一些看法的时候 这个要展现一个朝野大团结 他有拜会在野党 从来没有过啊 对啊 然后就是你一个人自己独角秀 爱这样爱怎么样都可以的时候 却要要求大家来参加大典 我如果是他 我听到朱立伦 当然我不是他 我没有像他那么low 我如果是他 即便是这么的low 当我听到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说 我还没有收到邀请函啊 我立刻派人亲自送邀请函给他 而且是层级很高的人 譬如说 潘孟安 我觉得至少要派孟安嘛 好 我会请潘孟安亲自 如果要的话 不是我送你 你都这样讲了对吧 你什么都没说 你只说我没收到邀请函 是吧 那太简单了 对不对 我就请潘孟安送邀请函去 那你能不来吗 收到了吗 你能不来吗 对吧 对 是不是 我这么客气 你能不来吗 这不就是你台湾政治人物low不low 我问你 连这样子的一种身段都不会 你怎么 这就是因为台湾就是没有 没有国际舞台 所以不懂得这种外交 你知道吗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然后你赖清德上台了之后 什么动作通通都没有 你这个像是 是一个朝野要和解的样子吗 蔡英文搞了半天 也就是找了一个 柯文哲进去密室 密室谈了一下 赖清德邀了党籍的立委 一起参加这个晚宴 然后说我们要转手为攻 人家还要攻呢 转手为攻呢 我也听不懂 因为他毕竟是转述 所以到底要怎么个攻法 现在还不够攻吗 每天在炉 在地上耍赖 现在还不叫攻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要在野党 用这个勤勒的方式来点名 那当然也有很多 这种氛围 用这个侧义啊 名嘴啊 大家在创造这种氛围说 你不去 当然媒体也有人这样的看法 媒体也有媒体色论 有这样的看法 认为说 如果不去 抵制的520救世大典 就是一个这个 天大的罪过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就是说当然啦 因为毕竟人家选赢了 第一个 不要给人家觉得说 你是输不起的 对不对 那基本上人家就是大选 就是选赢了嘛 就这么简单嘛 那第二个 这代表的是中华民国 一个非常重要的功器 是一个中华民国主权的 最大的一个象征的代表 就是总统嘛 好 所以总统的就职典礼 该不该去呢 该去 但为什么国民党 这么多年来没有去 其实是开始于2004年的 两颗子弹 所以大家觉得说 今天陈水扁 是用非法的手段 窃取了这个重要的 中华民国的功器 而且他还不认同中华民国 他还搞一边一国 最可恶的就是说 你今天用了一个 非法的手段 真叫的方法 真叫的 然后呢 你就出老千嘛 你出老千了以后呢 结果呢 你呢 连表面上认同中华民国 你都不愿意 你都不演 那这个东西当然 对于蓝军当时来讲 就不能够承认陈水扁 作为一个合法正统的 中华民国总统 然后呢 陈水扁后来的贪腐 也越来越严重 更让你觉得 没有办法认同 他作为我们的总统 虽然法律上 他是总统 所以你想想看 从那四年开始 蓝军的人 都不去参加 陈水扁所主持的 国家大典 后来八年 就是马英九啦 对吧 那民进党 也没给马英九 好日子过 是不是 这是人生羞辱 扣各种帽子 那到了蔡英文的时代 所以这个就变成说 蓝绿的恶斗 已经对立的 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蔡英文 他从来没有思考过 朝野重新的和解 我们重新出发吧 我们重新开始吧 对不对 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 他不是 他基本上呢 拿到了政权之后 他就是多数暴力嘛 他从来不尊重 在野的声音 那也就罢了 你不尊重在野 没关系 你总是尊重一下 国家体制吧 你总是尊重一下 国会立法院吧 虽然我们在立法院 是少数 你也不能够 就这样直接 当就是这种嚣张 跟这种蔑视的 一个态度 那他不是 然后很多重大的决策 尤其在我们这一届 上一届我是不清楚了 没有什么资格讲 但在我们这一届 就上一届的时候 你想想看 多么重大的国家政策 譬如说开放莱猪 这些东西 譬如说不买疫苗 譬如说必须 大家要打高端 很多的重大国家政策 他都完全回避 立法院跟所有 正常的民主程序 好啦 那你现在 陈水扁 这个赖清德 又当选了 当然蓝绿的对立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我又举一个例子 没有任何和解的迹象呀 韩国瑜选上了 立法院长 这是五院院长 人家是合法选上的 立法院院长 总统有见他吗 没有 我没有见过这种事情 当年陈水扁可以不见王金平吗 你今天 赖清德 你要上任了 你有来拜会 韩国瑜吗 没有 这不是 这是你基本的 宪法角色 应该要做的事情 你都不做了 那你连 一个当选的立法院院长 你连建都不去建 你连拜会都不拜会 你总统就是管 武院院长的 你连他 你都把他当做空气不存在 那你这个东西 你还有什么样的资格 跟正当性说 你们怎么不来呀 但问题是 民进党不能这么做 但国民党该怎么做呢 就刚刚 浅秋讲的 中国时报认为说 不管怎么样 他讲了很多的理由 也有他的道理 不是没有他的道理 我是认为 作为一个政党 你去不去 这种重大的政治动作 你就是给个说法 紧直要敢讲清楚 对 你就是讲清楚 不要 那你这个 讲的模模糊糊 不清不楚 也没有一个一致的说法 有人说 没有啊 我没有不去 我只是那天有行程 这不是理由 这不能成为政治的理由 那你就没有存在感 你不能像朱立伦 我刚说的 没有收到邀请函 那所以呢 收到邀请函 你就要去了吗 你这个 你这个是路人甲 你们这个叫做 你这个是什么呢 那 所以 一人一把号 各吹各的吊 然后卢秀燕跟江启成 要去就被骂 任由执政党 在消费民 在野党 然后你莫名其妙 你不成一个党 你要去不去 你给个说法 你也可以说 我今天朱立伦 也可以决定说 我要去 而且我还率领 国民党的这些 六都的市长 我们通通都要去 然后我不去 告诉大家为什么 对 你要去 你告诉大家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么的 不认同赖清德 我还是要去 讲个理由 大家听了 言之成理可以 或者是说 我不去 我为什么不去 讲清楚 到现在为止 我也没听到什么说法 然后呢 立法委员最可怜 每一个 因为会被堵麦的 就是立法委员 而且告诉大家 那你到底是去 还是不去 知道的国民党立法委们 都说没有所谓的党团决议 没有党团规定 大家不可以去这件事情 大家也没有讨论过 重点是没有讨论过 也没有决议 也没有告诉这个各委员 这个是有党团的决议 所以你不能去 没有 所以等于是开放 大家自行去决定的状态 但是现在 因为傅昆奇的受访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好像是国民党党团 不参加 对 就是 我的意思就在这里 你这个党 就不成个党 对吧 你们大家在一起 就是因为我们对政治 有共同的想法 有共同的愿景 有共同的理念 还有共同的感情 结果是不是一盘散沙 各吹各的吊 然后呢 一问三不知 重点是 这件事情被问到 今天都几天了 都几天了 没有人处理 党中央没有人上班了 是吧 是不是 这怎么会叫做一个党呢 我真的是不理解 那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 这个很难吗 这个表态很难吗 很难吗 不难吗 这个有很难 不知道要不要去 还是说到现在 还在拔杯 党中央还在拔杯 是吧 拔杯说要去不去 给我个行杯 这是干什么呀 其实这就是赖清德讲的 我们要转手为攻 我们就算人数 碾压不过人家 我们要用论述来打赢 那民进党 就像刚刚立文姐 刚刚跟我聊天的时候讲 他们很会啊 他们是叫硬拗啊 就是黑的都可以说成白的 是啊 而且你要 做政治是这样 你不但要讲 你还要不停的讲 每天讲 每分钟讲 每一个 每一个管道都讲 现在这么多自媒体 这么多各种 不同的形式媒体 做政治是要这样 你要一直讲 一直讲 讲到每一个人 连没听到的都听到了 没有认真听的都听懂了 没有认真听的 起码害兆 都好像是什么理由了 都有印象了 你不但不讲 你也不刷存在感 然后 我不理解 那你为什么呢 道德绑架 被道德绑架 被消费 就是说第一个层次是 这个就职典礼 有那么重要吗 我指的是 如果在党不去的话 他们就因此不能就职吗 政治是这样子 政治是这样 你可以把很重要的事情 搞到很不重要 你也可以把很不重要的事情 搞到很重要 民党现在就是把不重要的事情 搞得很重要 对 这才是做政治嘛 那你这个 这什么都不做 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个无字天书来的 然后再来参不参加 有什么 各自可以深论 为什么 很简单很清楚 因为你并不会 因为你的不出席 而影响了整个 就职的意义典底 政治最糟糕的 就是领导 他没有 就领导人嘛 他没有讯息 你要不断的放出政治讯息 然后下面的 这个兵啊 各自评论啊 像我们这种人 就知道说 现在是怎么样 那往什么样方向走 你没有 不讲 没有态度 没有立场 没有论述 再看看 然后就让大家自己 爱怎么讲 怎么讲 随便讲 那你就随便被大家评论 那你就随便被大家消费 其实联合报有一篇 黑白旗写的很好 他说在美国史上 最多人参与的总统 就职典礼是欧巴马 我正要讲 就是欧巴马 他典礼充满了 海纳百川的精神 尤其当时经济很糟 大家就有一种 重新要奋起的精神 当时有一百八十万人参加 而且他也广邀各个 他是因为他是第一个黑人 就这么简单 你想想看 你身为一个美国人 身为一个黑人 身为一个美国自由派 自由左派 你对于欧巴马的当选 你一定全力的 奔都奔去了 对吧 他是有利益的 对 但问题是 美国很多都白人 看在眼里 就整个 从头到尾 无法接受 一个黑人 而且是来自于一个 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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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林家族的黑人 当他们的总统 但对啊 那一次的 这个就职典礼 就非常的非常的盛大 然后那天他 那个头版头的报纸 很多人都还收藏 我还记得当年 那个时候 我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事实上 对于欧巴马 当选美国总统 我也是感动了很久 这就是前提啦 如果在 赖星辰的就职典礼 先给予了一个意义 赋予了一个诉求 说这是代表了朝野的团结 台湾的经济奋起 我们把过去形态 抛下 我们要一起努力向前 没有啊 他完全没有跟在野党 有任何的沟通 立法院去打 然后跟大家说 我们转手为功 这样的意义跟 就职典礼 他既然没有赋予 为什么要消费在野党 在野党帮他赋予呢 我觉得赖星辰 其实是很low的 他在政治上面 他打这个政治的牌 他其实 他是一个很 他是一个很僵直的一个人嘛 因为他很傲慢 然后因为他很 他的问题在于说 他很傲慢 那他的傲慢 来自于他的目光 非常的短浅 他的见识 非常的短浅 就是说 他的视野是很小的 他就是一个 井底之蛙 夜狼自大 这样子的一个人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政治人物 实在是很好对付 但问题是 但问题是 这个国民党打的是什么拳 这没打拳 他根本没出拳 他根本没出招 这个 这件事情就让你觉得 唉 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一件事情 就是把一个不重要的事情 讲的这么重要 对啊 然后情绪勒索 每一个人 然后每件事情 你都让民进党来定调 让民进党来带风向 这个东西 然后最后再来割韭菜 那 是 所以啊 所以现在好像首都里面 就是 呃 卢秀燕参加 蒋万安不参加 蒋万安好像还不一定 唉 已经松口了嘛 他说看行程 如果 KP就会去 所以你看看嘛 台湾的政治人物就这样 他一开始是不敢去的 对不对 他一定 他一开始 我们就讲直接了啦 也不用拐弯抹角了 一开始 蒋万安摆明了不敢去嘛 他不被深蓝的骂死嘛 所以他也不敢说 他不去 所以呢 他就说 唉 我行程上有问题 那行程上有问题 然后现在要赶快看一下风向 就说 唉 看看吧 这看什么呢 所以我就跟你讲 到底看什么呢 哈 到底看什么啊 所以我就说嘛 他们每天在家里 中时的社论怎么写 每天在家里面 拔杯嘛 是这样吗 那每天杯都不一样 啊 男生杯 今天又没有杯 所以不知道要怎么 你这怎么当 好啦 谢谢啦 反正他们都 合并呢 所以他们高兴就好啦 对 我只是很强烈的感觉 被吵了这么多天 觉得莫名其妙 就像浅秋讲 不重要不重要 好 随便他 随便他们 看他们最后 最后要决定的时候 拔杯拔 才是什么样的杯 然后问到的 每一个人 大家都 没有啊 没有决定啊 要不要去 我们还没决定啊 再看看 就觉得 这样子的政治态度 你今天国民党 怎么夺回话语权 这样子的政治操作能力 你国民党怎么样说 你有能力带风向 你应该要喊话赖清德 先有他的前提 跟他的诉求嘛 然后大家再来呼应 响应才有意义嘛 他如果就是一个 一个 聊无聊 什么都没有的 没有人关心的 520就职的时候 然后硬要你来 哎呦 因为你有来 没来就有意义 没意义 那不是很好笑 这是一个搞笑大剧嘛 还可以吵这么久 够了没 我觉得很无聊 好 大家觉得嘛 我自己个人觉得啦 大家自己来分析判断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休息一下 先讲那个啊 林飞凡 升官发财 黄曙光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黄曙光 太有意思了 这太糟糕了 这种人 这种人绝对不能用 扁那时候 也百合的时候 应该你也有 跟他很熟吧 当然了 当然当然 我想也是 所以这个 你要先讲 还是后脚 我都可以 那我们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 我们先来讲 一遍好了 好不好 可以啊 然后再讲林飞凡 那都可以啦 其实今天这几题都很好聊 我只是觉得莫名其妙 我就是做主持的时候 因为总统主持人在的 大白话上不太好 插太多话啦 那个是尊重 我就觉得 大家为什么 有这么重要吗 这个事情 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国民党的立法院多数不给力 那你这个民不与官斗嘛 你他都 他破了一个很重要的魔咒 就是八年政党轮替的魔咒 真的 那你会对很多 很多生意人来讲 很多人来讲 这就变成是现实啊 而且我看不到国民党 我看不到任何政党轮替的迹象 你认为他们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就说企业界 他之所以成为一个企业家 就是因为他务实嘛 就是因为他比谁都务实 我跟你讲 不是他 赖青的私下 去见青狼的大企业家 就以这个 请益520 讲得很好听啊 我问你 有没有用 欢迎回来 壮羞网千秋万事 今天的来宾是郑丽文丽文姐 下一题来谈陈水扁 这个到目前为止 仍然是像一个谜啦 因为从静周刊先放出消息来 我刚刚一早看到 跳出来的标题吓一跳 我以为哇 史太英文总统卸任前 最后一次专访 是给静周刊嘛 他标题是这样写 点进去来看 原来是他之前 接受一个外媒的访问 然后最后他授权的 给这个静周刊来 报导跟分享啊 就这样 总之是静周刊先 爆出这个消息说 蔡英文即将在卸任去前 特赦陈水扁前总统 那接下来呢 其他媒体跟进 也写了很多越来越具体的内容 但我们都没有看到进一步 官方 官方只是没有否认 就是因为总统府没有否认 所以让大家更觉得 似乎是有谱的 但接下来下一步会是什么 昨天我访问林俊宪委员 其实我有很大的 一个意义和目的 我也很想知道 那所以赖清德 看一下风向 是 那赖清德知道这个事吗 然后还有他们怎么看 就这么厉害 没有不敢不敢 那昨天他的说法 其实大家不知道 听不听得出来 他有两面病程 党内也有两种声音 有赞成的 有反对的 那如果蔡英文 真的没有在他任内 完成这件事情 反而要丢给赖清德的话 这算不算是烫手山芋呢 也不算是烫手山芋 林俊是这样说的 也不算是烫手山芋啦 那这可能也是 应该解决的问题 但是他讲了一句话 现在恐怕不是 时机成熟的时候 所以这个话 他有正面 有反面 他没有决定 一定说这样好 或这样不好 而是他说 现在恐怕不是一个 成熟的时机 就是对司法的看法 对于陈水扁 所设的这个犯刑 民意 是不是已经 可以接受他 被设免无罪 而且现在独派 出来开 什么抗议啊 陈勤的是说 他要不但是要免刑 还要免罪 他就是完全totally的free自由 的那个状态 干得好 那所以到底蔡英文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礼拜 完成设免 现在仍然还不知道 那难道520就职典礼 在一党都不参加 陈水扁去参加 做在首席VIP席 这样吗 他不能去 违反保外就医 不是陈水扁 还在现场开直播 你怎么看 我希望520就职典礼 现在总统的 其实不给我赦免 还敢说自己是台独精神 对台湾之子 这么的大逆不道 我们昨天节目来讨论 现场直播 陈明文 其实大受伤 他可是 蔡英文虽然没有跟他同台 可是当场在拿麦克风说 当年 从他入党 是我推荐的 蔡英文 每一个政治的路上 都有我的一份功劳 他讲的一点都没错 其实陈水扁讲的是事实 不然蔡英文是哪位啊 你想想看 民进党里头 多少从党外 一路陪着民进党走过来 不管他是大奸大恶呢 还是 还是真心的 理想 浪漫热情 都不管 蔡英文不是啊 蔡英文就是 他爸跟李登辉好朋友 所以呢 蔡英文从小 闲着金汤匙长大 人家命好 对不对 人家是真的命好啊 出生在这样子的一个 富贵家庭里头 然后呢 一生就是非常的 当然是非常的 一帆风顺嘛 那论文不想写了 念博士太辛苦 他爸就说 那不想写就不要写啊 就回来啊 就这样子 说他就回来了嘛 不想写就不要写 找个人帮你 他们家有钱嘛 他不差这个啊 对不对 他能够念书 念到那样都已经很厉害 不错啦 对不对 不想写回来 那那个年代 那这个政大还以为 他的论文都交出去了 一定会有学历的嘛 对不对 那个年代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他就在政大教书啦 这一路全部都是 国民党安排的 国民党栽培的 因为那时候是李登辉时代 你要搞清楚 所以呢 就汪不郎当 很快的就变成 李登辉的重要幕僚 就进了国安会 就跟林非凡差不多嘛 对不对 但是当时的蔡英文 是比林非凡 还要有学历啊 还要有资历 人家起码还是有念个博士 有念个类博士 对不对 英文一定比林非凡好 对不对 所以他当时还是重要的 两国论的一个 起草的幕僚嘛 蔡英文 那后来李登辉下台之后 就把他脱估给了陈水扁 那因为李登辉 蔡英文帮李登辉写两国论 当时在总统府里头 当他把这个资料 拿给连战 连战是副总统 连战看了是愤怒的 可是李登辉是他的总统 当他连战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 他是非常愤怒的 他觉得怎么能干这种事情 所以蔡英文 有办法留在国民党吗 李登辉都没有办法留在国民党了 而且蔡英文是两国论 参与起草的人 起草者 他不可能留在国民党了 懂吗 这个细节我从来还没提过 所以李登辉就把他脱估给了陈水扁 陈水扁就接受了 而且陈水扁对他之好 脱估耶 这不叫脱估办事 叫做什么 对不对 是不是 就是我政权没了 我要那个了 然后我把我的 我最最那个的人交给你 叫做蔡英文 对吧 所以蔡英文还要再感谢李登辉啊 是不是 然后你看蔡英文这一辈子有多少贵人 李登辉 陈水扁 然后蔡英文我就跟你讲 他哪位啊 但没关系 后面很多 我看很多民进党用的人 都是他哪位啊 所以 他命好 对对对 他 所以你看 他呢就当了 不分区立委 陆委会主委 最后还做行政院 副隔魁耶 拜托 是 那当时他的隔魁叫做什么 叫苏贞昌耶 记不记得陈水扁跟 两人不合啦 对 陈水扁还说苏贞昌早就跟他道 好 这有个派到顶耶 自己派到顶的人就觉得 所有人都派到顶你知道吗 派到顶 所以 连这样 陈水扁是不是还是保了蔡英文 是 对不对 那蔡英文在 民进党里头 无依无靠 孤家寡人 单操一个 不是吗 他既没派系 亦没出身 也没有什么渊源 人也不好 对啊 人也不好 是苏贞昌说的 苏贞昌的人 真是不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搞到最后 他居然还接了 民进党的党主席 因为陈水扁把民进党给搞烂了 然后让马英九压倒性的选上 那个时候压倒性选上 马英九当选总统2008年的时候 所有民进党都觉得 民进党25年 不可能再回到政治舞台上 没了 民进党完蛋了 所以也没有人敢接这个党主席 还是大家觉得说 那去找蔡英文吧 所以你看蔡英文命多好啊 他在这种情况底下 变了党主席 然后呢 选新北市长选不上 对不对 然后呢 选总统选不上 对不对 然后再选总统 仍然有人挺他 你看在这种 当然蔡英文有他自己的 你知道他在这种大家族里头的 平衡 的妖女 然后又非常的 身段柔软 太厉害了 他这个在这种 就是说宫廷斗争 民进党不会公平公正 忍不住要插个话 因为今天炼台生的案子要宣判 哦 权贵案 我听过 他有多么身段柔软着 拿拖鞋给炼董穿 然后 鲸鱼给他 鲸鱼 鲸鱼给他吃的故事 我告诉你 他可会伺候长辈了 我听过长辈私下告诉我 说蔡英文跟他的互动 所讲的话 我就觉得我三辈子都学不会 你看我讲话这个德性 什么叫做真的 我没办法 个子高 要弯下来比较不容易 所以他很厉害的 我跟你讲 他伺候这些长辈 大企业家 很厉害的 很揪心的 好 这是蔡英文 那像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呢 他就当然就不屑一顾啦 就把我们当韭菜哥也是正常 好 所以啦 他今天有今天 你说是不是陈水扁 陈水扁有讲错吗 拜陈水扁所赐 陈水扁没有讲错 不然他凭什么 因为陈水扁执政了以后 我是总统 整栋都要听我 他女儿讲的 你们哪一个人 没有拿过我陈水扁的钱 陈水扁是很会当老大的 他跟马英九很不一样 马英九就完全不会当老大 但是 陈水扁是一个很会当老大的人 他很会照顾底下的人 他自己的人 他很会的 好啦 那过去这八年也没有特赦他 对不对 你也是国会多数啊 你是完全执政啊 你今天到了 你要卸任前最后一天传说嘛 星期五嘛 你要卸任前的最后一个上班日 对不对 你才要特赦陈水扁 就是普京历史性的访问 中国大陆北京啊 普习会习普会 为什么说历史性 他连任之后 在今天这个 俄乌大战的关键时刻 然后呢 马上他 那个谁 习近平刚去法国回来 说在奥运之前 希望大家都停火 所以你要看 他讲完这个话之后 普京到中国大陆 做这个历史性的访问 会释出什么重大 改变人类历史的讯息 大家拭目以待 好 那这个时刻 台湾呢 台湾我们就吵这个 就10点 没出席的 没出席的就 对对对 陈水扁议题 好 那最后一天啊 所以陈水扁的意思就是说 你呀 我在乎吗 他不在乎 就像这个很多深绿的 他的这个停扁的人所讲的 你今天赦免我又怎么样 有差吗 我还有很多案子啊 对不对 那我很多的案子 问题是 哪一个法务部长 敢真的来执行 我的什么刑啊 罪的 哪一个敢不敢 我还在外面趴趴走 对不对 我现在过的日子 有事没事有差吗 好 未来的案子会开庭吗 我会去吗 他也不会去 法院也不会开庭 他有差吗 我问你 他没差 对不对 对我陈水扁来讲 我没差 但问题是 这是你当总统的最后一天了 你不赦免我 你还是人吗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你看陈水扁讲这话多厉害 你这是人家 为什么做政治成亲了 有道理的分析 非常不到 是不是 你还是人吗 你要你要设不设随便你 你以为我在乎吗 我哪里在乎呢 你们敢把我再关回去吗 你们不敢 对不对 那一点点钱 你真的以为像蓝银说的 我在乎这海角七亿吗 我一百亿 我都有了 我在乎你这七亿吗 是不是 所以你这个东西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我只在乎二字可不可以选 这就是我要讲的 我真正在乎的是 你们凭什么剥夺 我儿子一辈子的参政权呢 所以我不爽 我2024年 我公开挺柯文哲 怎么样 差点还要爆料 后来很像看起来被创好 陈水扁 我就公开挺柯文哲怎么样 这是我要回答你 为什么林俊县遇到 这个陈水扁的案子 居然讲这种话 那你们是人吗 你赖清德是人吗 台南之所以游栏翻绿 不就是因为靠陈水扁吗 对不对 不然难道靠你赖清德吗 是吧 然后你今天 你居然现在给我穿小鞋 你林俊县你是谁 你在我陈水扁里面 你是个咖吗 你居然给我穿小鞋 你还好意思评论说 这个时候要设陈水扁 有好有坏 党内有不同的意见 你什么资格 你评论我陈水扁 该不该被设啊 我问你陈水扁 是不是这样想的 我可以去当他发言人了 真的 你要了解他的心声 是不是这样 当然是这样啊 你们今天台南人 台南人有几成 到今天还是支持我陈水扁的 你敢这样 你把我 阿兵动作 你还真的以为我在乎吗 随便你赖清德 你要怎么做 你自己决定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多么的小气 多么的记恨 我这次总统大选 你陈水扁居然没有挺我 你跑去挺了柯文哲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问你赖清德在不在乎 当然 当然在乎啊 蔡英文要网军攻他 然后你的陈超智 还跑去了民众党 是不是 所以啊 对赖清德来讲 那我现在 我这个总统 我套一句你陈水扁是讲话 你让我做起来 不然你是要怎么做 这是赖清德的态度嘛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才会 林俊仙出来对陈水扁 冷言冷语 我告诉你 就是这样子 政治就是现实的 那对陈水扁来讲 他就是非常的顽强 你以为我要求你是吧 你们要我求你吗 你今天蔡英文有今天 你不用谢谢我陈水扁吗 他讲的一点都没错 他有夸大吗 公开讲哦 他没有 但陈水扁没有夸大啊 是不是 你今天要我低声下气来 你让我来求你赖清德吗 你慢慢等吧你 陈水扁的意思就是这样 你今天你敢动我吗 你不特赦我 我刚不讲了吗 你敢把我抓进去关吗 我问你 赖清德敢把陈水扁抓回去关吗 他不敢 对不对 你四年后你还要不要选 四年后我陈水扁还在 你以为我陈水扁 搞不好我哪天陈水扁还跑去支持国民党 你等着看吧 喂 陈水扁不叫政治动物 谁叫政治动物 人家多会做政治 他手上什么筹码都没了 他还接下球呢 他敢这样子呛现任的总统 未来的总统 这叫陈水扁 难怪 所以依照您的判断 依你对民进党的了解 接下来这个礼拜 这个沙盘推演布局 蔡英文知恩图报的时候到了 对 必定会在这个礼拜完成 我认为蔡英文他应该要特赦他 因为他如果这个礼拜没有办到的话 丢给赖清德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因为不管怎么样 今天蔡英文做了这个动作 我觉得绿营的人 虽然有这些人出来讲一些 但是我觉得事实上绿营的人 还是会觉得蔡英文 某个程度来讲 还是个有情有义 民进党支持者的人 还是会认了 还是会认这件事的 对 那今天蔡英文的高度 还是会超过了赖清德 毕竟他帮赖清德 处理这件事情 不管你赖清德敢不敢谢 赖清德不会感谢的 赖清德会觉得就是说 你蔡英文来这一招 对不对 他百分之百 百分之两百 我跟你保证 赖清德心里面是不爽的 我昨天听出来的味道 好像是这样 是不是政治人物 我还不了解吗 但我们大家悬外之音 自己体会 是啊 那赖清德 那今天你蔡英文做成这样子 你未来你赖清德 你能怎么样吗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 政治有时候 就是这些很虚的 很空的东西 你像陈水扁这个东西 就是很典型的 一种政治上面的高来高去 你政治的身段 你政治怎么处理 所以蔡英文八年不处理 他只要我卸任 最后一天处理 就结了嘛 我就有交代 够了 所以做政治 这件事情 你看民进党 在处理这件事情 有很多政治的盘算 所以国民党是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不太有道理了 所以我问到 目前我只说 关于涉扁这个案子讲的 我觉得最了解 蔡英文心意的人 你看看人家民进党 执政多短的时间 这个宫廷政治 已经学成这样了 对啊 我们连 不是我们 我就说连国民党的 几位领导人们 连他们参加 就是代言这种事情 都没有办法 可以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 也能够让大家吵成这样子 然后莫名其妙 你还受伤 国民党因为这样 有没有受伤 当然有啊 那你怎么会变成 你就知道为什么 你看做的民调 民进党支持度 居然还有百分之三十几 对不对 然后国民党这么可怜 多少我们就别讲了 讲出来也是 但是在党好不容易在人数上 总算不再是弱势了 我就说那你看看 可以进入科总招了 是不是 那你看看 好了 立法院这么多的战将 战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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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韩国瑜当了立法院长 他评价都这么高 那为什么国民党就是不加分呢 那为什么国民党的支持度 就是这么低呢 那你今天我就讲了 你所有的网红啊 或干嘛 你你要有流量 你流量要有变现啊 不然你流量是爽的吗 那你你国民党也一样啊 你在立法院的斗争 你在做所有的动作 你也要变变什么 你要变票啊 人家变钞票 你要变选票啊 你变了半天 没有转化成选票 那你在在做什么呢 其实今天忠实了两篇引用我昨天的访问 只是他完全没有引用 是我们节目上的内容 他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讯息 也是我昨天听起来还蛮重要的 就是林玉玄认为赖清德就职演说 也会释放出来 接下来两岸更多的善意 会 而且他甚至不排除 希望跟大陆能够展开对话 他讲那种话 他讲那个话就是在吃大陆豆腐 但是就是说 哎呀要对的 你开放我开放我们一起开放 但是感觉上措辞上面会放软很多 不会像以前战狼式的那种讲法 不会了 就是看起来有这样子的氛围跟方向 没错 再加上这个 接下来在野的这个氛围里头 理论上 那他如果愿意 用这种大和解的气氛 去做一些跟在野党的沟通的时候 那就不必去跟民进党立委参会的时候 就讲说 我们要转手为公 请问如果是少数 你要怎么转手为公 你要公什么 他们一直都在公啊 他们哪里有守过 他们一直都在公啊 问题是你要叫人家拿什么去公 你做的这些东西 根本你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否则的话 为什么会在朝野协商的时候 在立法院的时候 你看那个柯文哲 然后你看看那个 吴思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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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思瑶 讲了什么话 那就是没词了嘛 就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论述了嘛 所以才会讲一些 那你觉得说你是傻了吗 你是怎么了 然后或者是在那边胡言乱语 或者在那边硬扯摆烂 为什么 你的论述 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空洞化 因为你做的事情没有正当性 你就是在那边硬搞嘛 所以你今天这是 你赖清德执政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不讲 我们不讲国民党了 你今天赖清德这四年 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高高在上 你呢 从来没有释出任何的善意 你也没有用任何具体的动作 跟在野做任何的互动 你都没有 那你在国会是少数 然后呢 你就要叫站站站站站站 虽然这也是我原本的判断 我觉得他一定会这么做 那你怎么站 四年的僵局 你受得了吗 你真的以为到四年后 你就要再搬出来那一套说 在野很野蛮 为反对而反对 今天所有国家的停滞 所有的内耗 全部都是国民党害的 那你不会坐你下来嘛 对不对 那你不会坐你下台啊 他其实就是吃定了 他没有对手啦 不是这样子吗 你现在克文哲 感觉上都挂了 国民党找不到下一位是谁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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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对手啦 你国会多数又怎么样 你没有总统候选人嘛 专手一公拿什么来公 用林非凡接覆觅 国安会来公吗 黄鼠光说要全部裸退 裸辞 那现在也留任了 用国造潜见来公吗 休息一下我们来聊 休息 哦这个林非凡真的厉害了 那不是部长级的 本来是说资委 然后复命 复命他是16万 没有到年薪300万 厉害了 年轻人的典范 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被国民党立法院砍掉了 不然本来国安会命书长 是院长级的待遇 因为他是总统府 总统底下是院不是部 然后那时候被国民党砍掉了 砍成部 部长级的待遇 不然本来是很高的待遇 你觉得黄曙光 真的是国造潜见没有他不行吗 正常 因为国造潜见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复杂 里头有非常非常复杂的 厉害关系 而且大部分都是机密机密机密啊 那你今天你也没人嘛 对不对 你耐心的也不可能 接得起来吗 顾力熊恐怕也很难了解全貌 那你知道黄曙光效忠就好 那黄曙光很厉害 进委退 他就辞职啊 对不对 委退委进啊 对 委退委进啊 然后你没人 你还是回来找 你怎么看黄曙曙 好厉害啊 他们一家人啊 这是一家人啊 黄曙曙就没有啦 就没有声音啦 不是吗 我只是觉得 没有什么表现 没有很难表现啊 他表现还不如张旗牌呢 对吧 是 我那天青年看到 就是在什么舞台去 课文者去客串的场合 对哦 赖贝翔是礼拜四要来访问 我觉得他还是会赴演艺圈 好 他表演得真好 然后就看到两个人出席 在现场的时候 那个黄国昌是很多民众 就人家跟他们的照啊 讲话呀 支持的 黄山山相对就比较被边缘花 他的个性也冷啊 他就是一个冷冷的人啊 他是一个冷冷的 然后无聊的一个人 但是对于 柯文哲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我实在 这点是我比较优势 他靠柯文哲的光环啊 他那时候选举的 整个策略都是错的 政治上已经结束了 这种对我来讲 就是政治上已经结束了 他还会在台面上 你还会看到他 欢迎回来来看看 新的国安会人士 其实昨天就 下午大概昨天 就已经看到这个消息 但是呢 我觉得很值得讨论 第一个是林非凡 哇 果然是人中龙凤 非凡 亦非冲天的不凡 黄鼠光也是一样 已经说到裸辞裸退 国刀前建案 大选中间打得多凶啊 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已经忘记那个 跳梁小丑 叫什么名字 或者打高雄要选 我还选到不知道哪去了 讲了一大堆爆料 批马文军 讲在野党如何泄密等等的 那让我们的国家的国防 遭受到重大的危机 然后总之在这些 想要监督的力道底下 黄鼠光就说 我心力交锤 我裸辞 我什么都不做了 包括国道前建的 这个接下来的建造 以及所有的什么滋味 什么什么 就现在留下来了 他现在留下来 继续留任在国安会 怎么看 他比他妹妹厉害多了 他比黄珊珊厉害太多了 你看看人家这种身段 你看看人家这种操作 黄珊珊就是你知道很僵硬 很僵硬冷冷的一个人 她没有温度 这是黄珊珊的问题 好不管 今天讲到黄鼠光 你看他 以退为进 因为基本上 国造前建这种东西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他已经从头到尾 操盘都是他了 这中间的利益纠葛 很多的细节 很多的环节 很多的人 讲白了的确也是没有他 要找一个人来接很困难 那基本上黄鼠光多厉害 他知道说我是蔡英文的人 我不是赖清德的人 然后这过程当中又复杂 又冒出了很多负面的新闻 当时呢 说要把马文军 马文军给打死 也没打死 反而把自己惹的一身心嘛 对不对 马文军还是高票当选 马文军 赞厉害 我告诉你政治人物 就要像马文军这样 人家马步 赞得多稳啊 你以为你随便可以 把我打得倒吗 那在国防外交委员会里头 你看马文军 赞 那黄鼠光怎么办呢 黄鼠光呢 太厉害了 你看他就以退为进了 他知道他如果继续留下来的话呢 他呢 反而不一定能够继续坐这个位置 他先以退为进 他也深知赖清德的性格 但是呢 这么复杂的东西 赖清德也没人 然后呢 像这种探手商欲 当黄鼠光就说 怎么样怎么样 慢慢讲一大堆废话 说我做不下去的时候 谁要来接 我问你 谁来接 这个东西太难接了 没有人敢接 当赖清德发现说 没有人敢接 他也没人的时候 他得回过来找黄鼠光 那黄鼠光当然非常的低调 黄鼠光当然的效忠嘛 这个时候再来效忠表态 对不对 在表示我对你赖清德的百分之百 不要百分之百 百分之两百三百的忠诚 对不对 从此以后就是你的人了 是 当然是这样嘛 对不对 那不就结了吗 就结了吗 就结了吗 就这样子嘛 是不是 所以这是黄鼠光 这也是我们三辈子 做不出来的事情 功效很精准 他这个退 只是代表着 我跟蔡英文切割了 过去已成往事 我也让你 赖清德自己去 再选一下 你也知道你找不到人 你也知道 这事情没有人能够接 至少顾力雄 不可能了解 然后你也弄不起来 对不对 这个东西 他也找不到人来做了 然后林非凡 林非凡 何德何能当个国安会咨询委员 赴密 现在是先赴密 赴密书长 他是凭什么 既没资历 也没学历 也没有任何国安方面 通通都没有 曾几何时啊 你会把国安会咨询委员 拿来作为仇庸 他也不是仇庸 你知道吗 这就是仇庸啦 仇庸不是因为他有战功 仇庸是因为他是蔡英文的人 他当时呢 在当他接了党主席之后 林非凡还辞职 记不记得 那时候还闹了好大一个新闻 林非凡是一路蔡英文奶大的 吃蔡英文喝蔡英文的奶大的 是一路蔡英文奶大的 是不是 所以你今天 那 奶大 不就是这样吗 他不就他政治上的妈妈 他就这么一个亲妈 叫蔡英文 对不对 林非凡 那我是不知道 林非凡到底是何德何能 他当时就是一个太阳花 当然了 他因为一个太阳花 是谁搞垮了马英九政权 是太阳花 是林非凡 我们承认 对不对 所以呢 蔡英文也就是疼他 疼到心里去了啦 就这样子 那但是赖清德 何必继续用他呢 有必要招安娜判到这种程度吗 一开始传出来 是接词委没有错 如果现在公布的是 接任国安会副秘书长 蔡英文托孤给他吗 对不对 这个东西 反正呢 我是觉得这个国安会呢 当秘书长是吴钊谢 当秘书长的时候 就表示赖清德 没有要重用这个国安会嘛 赖清德 你真的以为赖清德会听吴钊谢的 他不会听吴钊谢的啦 吴钊谢是听美国的嘛 所以赖清德 他现在就摆明了 我讲了很多次了 在国安问题上 一切听美国的 很简单 那干嘛国安会咨询委员啊 对不对 那所以国安会咨询委员拿来干嘛 就拿来摆这些人啊 摆吴钊谢啊 摆林非凡啊 对不对 摆一摆 然后这些人呢 反正就是国安会咨询委员 也不用见光 也不用跟外界接触嘛 对不对 就摆在那 我是觉得因为这个赖清德啊 他不会听这些人的啦 他们不是他真正的国安团队 那赖清德是听自己的 所以他这些这几个人 不是他的国安团队 他拿这个东西来做政治酬庸 你就知道说 真的是太糟糕了 政治酬庸什么都有 包括了有马永诚 然后中原院的什么李玉杰 台大教授 马永诚不是 马永诚是真的用 马永诚是真的用 不是政治酬庸而已 你懂我的意思 马永诚是政治酬庸 何志伟叫政治酬庸 何志伟有没有 初选跟王世坚选输了 其实挺赖的 然后他们家 我跟你讲 他们家 你站在民进党的角度来讲 他们家是对民进党是真的 我告诉你没话说的 他爸对民进党的付出贡献 在财务上面民进党当年很困难的时候 还有在这次赖清德选举的时候 以前是蔡英文选举的时候 但是因为他们家跟那个黄成国不对盘 在台北 但是你说在台北他们跟黄成国闹得这么的凶 代表他们不支持蔡英文吗 他没有不支持蔡英文 那现在呢 在赖清德选举的时候 他们家是全力挺赖清德的 是全力挺的 所以赖清德是应该给何志伟一个位置的 所以就变官 最后突然想到了 就是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所以我跟你讲 赖清德 赖清德就总统府出了盘梦安之外 我不知道还有谁啦 到时候在看 全部都拿来做政治仇用了 全部都来 何志伟就是真的是政治仇用 他必须感谢他们家 但是 所以马永成 马永成是真的用 马永成是真的在 跟罗文家这两个人 在大选当中就已经有角色了 是是是是是 是很积极的角色 对对对 所以是真的用了 不是说只是真实仇用而已 不是像 扁朝回归吗 就像这个卓龙泰一样 不是扁朝回归啦 他们有他们的角色跟他们的功能嘛 对对 跟陈水扁又是两件事 对对对 因为他们 我跟讲说实在 因为其实罗文家跟马永成 太年轻就 就当 就当 就掌权了嘛 所以到现在为止 他们两个才比我大几岁而已啊 对不对 所以是年轻的 没有啦 是啊 我们买这个梗买的非常的 很早就出道而已啊 他们还年轻啊 还年轻嘛 所以 但是他其实当时 论述能力 其实就很让人家惊艳 的确如此 就是 罗文家就是搞空军嘛 好 那马永成 文清论述 那马永成搞的是 就是说他在政治上面的操作 然后马永成做人处理事情 他是一个 他是有一套的嘛 马永成说实在的 这方面他是厉害的 跟他互动 跟他交手的人 他处理事情的人 大家都其实感觉是舒服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马永成在政治上面 你想想看他当年那个年纪 他有一种超 远超乎他年纪的成熟度啦 对 就这样子 所以马永成是幕僚型的人啊 对 是好用 可以用 而其他人 能用的人 是仇用 分个位置 然后最后点点点点 他漏了谁 谁还没有报恩 赶快点一下 对 那这些人 所以我跟你讲 这些人都是你们 我们平常在新闻上 看不见的 你根本不知道 马永成在帮他什么 你也不知道 罗文强在帮他什么 可是他们两个都 其实是 在选举里头 是重要的 有角色的 对 因为当时英系的人 其实在还没有帮他 没有把王军交接给他之前 其实的确 他需要其他的力量 那其中很多的来源 就是他们两个人 很多学运世代的啦 很多 野百合学运世代 反而不是太阳花 对 所以我跟他们 我太了解 他们跟他们太熟了 野百合学运世代 你可以看到吗 就以正立军 作为代表 他很重用 很依赖这一群人 那太阳花世代 是那个蔡英文的人 所以他会这样子的 高调的 李玉林非凡 我说实在的 这中间背后 有他的一些政治考量啦 不过我觉得林非凡 这个人废掉了 年纪轻轻的 你想想看 你从太阳花结束之后 你也才二十几岁 你人生才刚刚开始 结果他没有任何历练 没有任何学习 他本来要去选立委的嘛 后来选没成嘛 对吧 因为他自己党内的事情 没搞定 所谓的这个性骚扰案 有这个包庇 甚至是压世这种 处理不当啊 他没有 对他的职权 他半天的两性平权 都是假的啊 对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一个年纪 年轻人年纪轻轻的 然后哇塞 你看吃香喝辣 平步轻云 给你这么好的位置坐 这样一个年轻人 基本上就废掉了 我跟你讲 因为你 没有成长的机会 对 其实你要历练 要摔倒 要历练 要学习 很快就挂掉 你年纪轻轻 你就这样子搞 我觉得是 这对年轻人 不是好事的 年轻人听我这句话 真的 你年纪轻轻 有的是本钱 要去学习 要去历练 要去拼 要会摔倒 你每一次摔倒 你都要感谢你那次摔倒 因为你摔倒的时候 才是你学习最快速的时候 你要感谢你人生 所有的挫折 你要感谢你在年轻的时候 经历了你人生 所有的挫折 你不要等到60岁 经不起摔倒的时候 你一生都非常的 一帆风顺 得到60岁才摔倒 那才是人间悲剧啊 所以我说 林飞凡 不需要你不要羡慕他 这个人 人生废了嘛 对啊 年轻人不要去羡慕这种人 到80岁 60岁 总之 对的确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观点 但昨天我从 访问林俊县的结论里头 我看到了几个讯息 我倒是正面看待 第一个 能源议题要转型了 看出来 对啊 不然童子姐每天出来 卖他的脸是卖什么劲啊 要要 核能 可能有其他的解放了 黄 黄 他昨天在嘴巴里 讲出了缺电两个字 所以我不想 因为来宾我不好意思 不然我看 你说缺电吗 我没有 我没有把他语病挑出来 但缺电 我相信也是赖清德 目前面对的 他看清楚的事实 赖清德能做什么 他也顶多就是让 核三研议而已啦 台湾的 电力结构的重大问题 说实在 真的不是一个 研议核三可以处理的 你以为研议核三可以处理吗 处理不了 他就是处理到20 就他的任期内而已 这种东西不能这样处理 这真的是一个 重大国家安全政策的问题 台湾这种问题 是不讨论 不面对 然后每天就这样子 民粹的口水 是 台湾人未来 年轻人你会付出 还有两岸的议题了 好 谢谢立文今天来 我们下期见 拜拜